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些人的热心走出方向 他的热心不但会绊倒自己也会绊倒人 什么叫走出方向? 就是说神没有叫他热心的 他就热心 神没叫他做的 他偏要去做 圣经里面 比如说分瑞党 一直要复国 他们是热心主义 法利塞人也是热心的要守律法 守条规 要证明他们是属灵 他们是用自己的热心来证明自己 圣经里面也有亚拿尼亚斯阿非拉 他们看到巴拿巴这样的奉献 自己也热心的要做 结果反而受试探了 这个热心里面 其实尤其热心主义 热心是对的 但是热心主义是不对的 热心主义里面隐藏着人 有一些很深的动机 甚至有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 很多这样的人 他们热心 其实是为了要找到自己 要感觉到自己有价值 有用 或者在人前得到人的一些认同 或者他们隐藏着一些想法 说我热心 神就会祝福我 但是全部是按自己的意思做的 都是为自己的 不是为主的 因为他们自己也听不见主的声音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我自己观察 通常掉入热心主义的人 他们在领受神的真道上 是非常薄弱的 那你会观察他们的话 你就会发现 这样的人 你叫他在教会 哇 做什么服事 探望什么人 私物性的东西 他很热心的去做 但是叫他静下来 聆听神的话 确认思想神的话 在这方面好像他们不太有兴趣 所以我们就要发现 他们的热心是很值得自已的 因为你没有借着真理的光照 领受了真理 自后心意更新而变化 那你下面的热心啊 全部是走错方向的 人的心意要先更新 不是先热心 你的心意因着你认识的福音 真理 更新 怎么样更新 从为己转为为神 那之后你才能够听到神的声音 你才能为主热心 或者知道什么不应该做 什么是该做的 知道该做的就去行 那这点呢 我是发现很多热心主义者 那他们没有 为什么 从起初 他们对真理的领受就出现问题了 所以越不喜欢听真道的人 我是宁可不要让他们服侍 那你来到教会 难道上帝要你的热心吗 上帝是成就万事的上帝 上帝是要你因着真理心意改变 之后爱神 聆听神的自己出发 那这样做的才是合神心意 也对自己 对自己旁边的人有益处 不然的话 这样的人的热心 他的热心主义 一定带给旁边的人有压力 所以热心主义的人 通常你会发现 他们带有律法主义 他们给人一种戒律感 压力感 那如果有一些父母 决定在教会 就是热心做什么这样的 那家里什么都不管 他只有要为主热心 他们实际生活上很不实在 不贴实际 其实孩子跟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 从小到大 看父母亲这样没有方向的热心 自己被绊到 后来到了十几二十岁的时候 自己也不去教会 这样的例子我在教会看了很多 所以求主指教我们 也使我们能够分辨 谁是真热心的 谁是热心主义的